我們看歷史題喔 題目說呢 等質量的ABC 好啦 別講話了 題目說呢 等質量的ABC 那麼密度比是3比2比1 請問你 體積比多少 好 來看一下 也是一樣 看到密度比怎麼辦 看到密度兩個字就先寫公司對不對 D等什麼 V分之耶 好 寫完之後的話 來注意聽喔 注意聽 現在要教你多個東西 以後題目只要用比例 或者是比大小的 都請你把它做延伸 就是 原本是D等於D分之耶對不對 現在改成誰 M等於D乘以D 先把我寫上去 好 題目講了 等質量對不對 既然等質量 誰要打X M打X 因為M指的是質量嘛 因為他想說等質量代表就不用比較了 比這兩個就好了 那這兩個字乘怎麼比 D跟V乘怎麼比 反比吧 在等號的同一邊就是反比 不同邊的話是正比 會來齁 好 那你猜一下喔 密度比是3比2比1 就是這個密度3比2比1 那體積呢 反比怎麼寫 是1比2比3 不對 3比2比1的反比應該是3分之1比2分之1比1分之1 這才要反比 聽懂嗎 會來齁 但是這樣寫的其實不OK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呢 這個比例計量是寫的東西 整數比比較好 所以3分之1比2分之1比1分之1來 全部成幾倍 全部成6倍 所以答案是2比3比6 這樣比較好 所以這個把它改掉了 改成2比3比6 這樣比較好 會來齁 好 這第一小題 那麼第二小題說 如果體積比是3比2比1 那密度比呢 來 又是一模完全一模一樣 因為體積跟密度是乘反比對不對 所以既然體積也是3比2比1的話 那把密度呢 也是一樣乘反比 所以答案呢 完全一模一樣 也是2比3比6 所以第一小題告訴你一件事情 注意聽喔 因為我現在教你是觀念 第一小題告訴你說 只要質量一樣 注意看這邊喔 這裡這裡 質量一樣在把密度跟體積成什麼比 乘反比對不對 所以反比3比2比的反比是3分之1比2分之1 1分之1喔 會來齁 好 第一小題 第二小題的話是 等體積的那個物體abc 好 來 等級d 來 再寫一個 我用不同顏色好了 好 等體積也是一樣 公司先寫要去m的d乘以v 好 既然是等體積來v打x 所以這兩個成什麼比 正比對不對 因為在等號的不同邊 就成正比 好 所以密度如果是2比3比4 那質量呢 當然是2比3比4 你看 超快的 點算都不用算對不對 直接派出答案 好 那如果質量是2比3比4呢 完全一模一樣 質量2比3比4代表體積 欸 密度呢 也是2比3比4 好 講完 所以你要知道正比反比就可以了 會嗎 可以啦齁 好 第三種呢 完全一樣 m給d乘以v 它是講的是什麼 等密度 既然等密度 把密度怎樣打x 那m跟v乘怎麼比 也是一樣 乘正比對不對 所以既然體積是6比3比2 代表質量呢 這裡如果是632 代表質量呢 也是632 所以一樣乘正比 6比3比2 反過來 如果我告訴你質量是6比3比2 那體積呢 也是6比3比2 會啦齁 可以嗎 好 這個禮拜寫上去 怎麽